另外一件事 我們前一天 我們出席網聚那天 語言就中了 現在這個立會的好聲音 就要玩完了 已經未出發 就先腰折 有人猜測 是黃志華事件後 被鋪張浪費的整肅對象 不用有人猜測 現在他表面的理由 就是跟黃志華有關 因為 首先他去辭職那個 他原本 麥羅緊鼓練歌的那個就是 容凱欣 又說要唱Monica 張國榮的Monica 因為他有天生一副俄公侯 他覺得唱男人歌 其實他很適合 但原本是唱Monica 最出位的是他 但我見他老公最近 在明報的文章 就出位一點 不斷說中美關係不好 香港經濟都不會好 我又想 我真的很懷疑日元尼昌和馬開倫 的性生活是怎樣 不知道 他越寫就越像外國代理人 去說這些話 是啊 現在容凱欣 今天他就說不做 他現在 整個音樂會已經殺停了 不用你容凱欣 不用你容凱欣 其實容凱欣比他早 容凱欣比音樂會 殺停了整件事 南星行動 今天就發表了新聞稿 就說音樂會是純屬的慈善性質 但不是的 原本有建制派人士說不是慈善來的 但是 南星行動主辦 他就是慈善組織 但是 那些立法會中人 即是有份參與的立法會人士 就說不是慈善的 他說明是慈國慶活動 就是 遲什麼線 誰會有人課金給你 照鏡子 有沒有自知之明 如果不是 怎會有這個 什麼TVB 都去幫忙 他說 目的是要給你 基層人士 長者 相見人士 和少數族裔 有機會欣賞一次免費的 綜合會 就是 免費的 不用入場票 不用入場票 怎麼會有慈善功能 慈善的意思就是說 即是 Cash in Chi 即是你來到 如果令到你覺得開心 其實已經等於做了善事 大哥我看著你 容凱欣 俄公侯這樣唱 張國榮 Monica 我不會覺得很開心 坦白說 T.O. 就叫 有空開會 不好意思練歌 我覺得 開會也算不算 urgent 有空跟袁倪昌吹多兩嘴 所以 郭榮 不是說 恥笑你班人 是不是 喂 你們都不去開會 甚至乎被李家超恥笑 哇 大哥 你們今天 有飯吃的時候 比立法會更齊人 開會 這個根本就是常態 是不是 但是我們猜測更重要一件事 會不會是 其實董建華隨時奔天 那些 這個就是我猜的真正原因 嗯 所以呢 就是 禮拜天那天 我們在網聚期間 突然間就收到 這個 老董的噩耗 是吧 老董報喜 應該叫做 但是在這個 玄學的 那個YouTube Channel 裡面走出來 那一刻才夠神奇 有個叫 焦點 有個叫焦點媒體 是吧 有個叫焦點傳媒 還是焦點媒體 焦點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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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不會叫視頻的嘛 是 香港人叫短片 YouTube片 是這樣的嘛 你有沒有見到 那些什麼視當真 視當真視頻 有沒有一百毛 視一百毛視頻 都不會 小樹茄視頻 都沒見過 是吧 說老董 其實那時候 原本 原鋪是怎樣說的 就是說 現在 各界已經是 蜜羅緊鼓 去籌備 他說現在 中央和香港政府 會最高規格 就是 這個國家 副國級領導人 的級別 為老董 舉辦 所有機構 下半期之外 那他真的是 全國政協副主席來的 是 他剛剛卸任了 兩會之後 他說傳媒和網頁 調整為黑色 減少娛娛樂性活動 我當時就說 如果這個 公佈是真的 娛樂性活動 就是 立會的好聲音 都不會有份 減少娛樂性活動 那些節目 你那些 立法會的議員 還撲出來 唱歌 你不如唱小鳳姐 好嗎 熱烈地彈琴 好嗎 真的好笑 所以我當時就說 我看到這個新聞 你立會好聲音 一定不用做 你看回我們 我們當日直播的影片 我已經說了 其實是 TU說聖哥星期日 真的很傷心 很傷心 對嗎 但他真正傷心的原因 是因為 紐卡蘇打少一個 都還輸給利物浦 好 他好像說 亦都很想搶先去報了 就是搶先報完之後 就收到輸播消息 當然是傷心 大義地滅親 真的 不能聽大義地滅親 真的 現在就是這樣 如果真是領導人 即是這樣 我覺得 他真的有可能死了 離漏狀態 搶先報道 就好像當年阿時 陳興昌 為什麼要找阿時報 為什麼阿時報 最不能回頭的 確認的 一定是新華社的報 或者是政府新聞網 那些報 就是要試反應 因為任何一個領導人的死 其實就已經離漏了 差不多了 任何一個領導人的死 的時間都是政治 所以共產黨一定要控制到剛剛好 但是香港的醫院 可不可以玩鼻不發喪的呢 可以的 其實做 病人私隱 講完的了 OK 即是或者是 他不會拔喉 其實他吊完名 其實已經是 即是叫做 是 技術性死亡 技術性死亡 大腦死亡 大腦死亡 其實他是死了 只不過 他拿一個焦點視頻 就先放出來 還沒拆喉 還沒拆喉 他的屍體還掉了 他還有心跳 但是 醫生就肯定 他就不會回來的了 他就技術性死亡 大腦已經死了 已經是 那就先試一下 但是現在你說減少那些娛樂性節目 是吧 那你 誰 容凱欣那些 就不用練歌 是不是 TU說 Channel C 其實是沒有正式報的 星哥說是 沒有 山番歌 他原本說是推送的 是啊 那份稿就自動發出街 亞視當年那件是大陸有做坐管 那個叫 劉蘭昌 但是他真正後面的大老闆 那個叫什麼 什麼 風少平 不是不是不是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 不知道見什麼 白面那些人 那時候在這個 正總門口跳舞那個 黃晶 黃晶 那樣子 被人說買一件亞視回來 就自在玩仔 是啊 就是他玩死亞視 跟他講假講到最後一刻 然後反駕 然後反駕 那個白帽 沒有事不理他 是吧 是吧 最黑人爭的 大陸人最喜歡 就是講假講到最後一刻 最後一刻 就是跟你反駕 然後就打死狗 港駕 最混蛋 是這些 是吧 Driver Lonely 可能裡面的東西 壞死了 現在就是白事當紅事辦 是啊 但是其實不應該反駕 紅事當白事辦 對香港人來說 你對董燕華 什麼 真是很有 有什麼感情 是啊 或者很有正面的印象 我不太覺得 真是 老董一點 講一句 這個就是一個時代的終結 如果你說老董的時代 坦白一點來說 對比起這麼多位特首 他是腳頭差 但是這樣講 那個時代的香港 應該算是 真任權之外 其實是最自由的時代 他的樣子 任你去玩 任你去玩 他那時候 只不過是最大的公關危機 兩者 第一就是 魯長安 這個港大民調事件 叫港大民調 就靠魯長安 找鄭耀忠施壓 叫鍾廷耀 不要做一些 不利董建華的民調 然後他自己私底下 找個司徒說 叫做不要再搞六四 那些事情 是吧 叫做放下你的包袱 是吧 除此以外 他就好像說 他之後被人爆了出來 就是他在 98年金融危機的時候 他主動 就請國家出手幫助 但到最後沒有人理他 最後我記得當時的朱鎔基 好像是前期深 外長前期深 就自己搞定他 而歷史也告訴你 香港的儲備是真的搞定 你見到當年任子剛 只是任一招 一口氣把隔夜拆飾 拉到三分 岸九姑又說 可能等滿夜 我覺得 其實也不是的 有東西一早就換了 沒有 應該沒有 現在換東西 那條件可能比以前好 因為在武廢之後 拿了很多DNA數據 Alice Wong說 路長安 路長安還要是很神秘的 病死了 這個懷疑 陰謀論就是懷疑 他被滅口 因為他牽涉何志平那件事 就是民間外交那件事 老董那件事都收歸國 就是東方海 東方海 被國行收 收買了 對 好了 我們第一節的時間 直播一的時間 來到這裏 好嗎 我們大概12.9的時候 再回來 好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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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